你好 Hey Max, 你常常跟人家催眠, 又搞人家催眠 我这几年就肯去研究如何显化 就是心想事成 我在想催眠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帮别人想那样是得那样的 是吧? 你是在社会做这些事吗? 我们是按着你刚才说的完全没有这样做 我们甚至比你已知的很多所谓的纪念法则 我觉得更加武术更加贴合 所以催眠为什么会这么科学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你去想生长事成 我又去看长哥的视频 多谢长哥给点赞看 里面真的要为天所用 天都觉得你那样东西是对的 然后他就会参加你, 你就会实践到、演化到 譬如我听到你说的清洗、肯定据 又或者甚至如何托腐 我很喜欢看那段片的部分 里面就是说 因为你怎样许愿也好 譬如你现在怎样说 那也是我们所谓的头脑的状态 催眠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就是说他很知道什么是头脑 什么是下面的潜意识 但里面中间还有一个防徽机制 催眠的曾经是把防徽机制拆掉 直接把你里面想要的东西放进去 而且里面所谓的为天所用 也会跟你们很吻合 比如一个例子 你想要财富 大家都想要 你得到财富之后 其实你会做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天会不会吸猪仔 给你过关的那一步 原来你有了钱之下 你是有游艇 人人都说想做好事的 我想帮人的 但是在这里 我觉得催眠是很真实的 就是说你不单是看到你自己真实里面的愿景 甚至是他创造的愿景在里面去做 我觉得很多人所谓的落定单 或者去给一些我想要的东西 他们只是做不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当你真的达成做到之后 后来其实你会产生一些所谓的行动 然后那些行动就会出一些情绪 就是你会产生什么行为 然后会产生什么情绪 如果那个情绪前面识是接受的话 他会用个说法就是说 佛洛伊德这么说 我们里面的钱意识的力量 比外面的意识是两万倍的 即是说当他如果都觉得 这个原因是OK了 你得到之后 你的人生会更加美满和健康 因为钱意识的层面就是我们的监察者 他最主要就是保护了我们的健康 保护了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 所以其实意识为什么这么难进入钱意识 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防御机制的手语 就是你不要乱搞 我不用你今天有许愿 明天有许愿 总之你许愿 我里面觉得OK了 那你就可以去实践 催眠就是真实地找到 就是说你想去一个很富有的愿 那你就去看看你自己真实里面 例如举个例子 和刚才说一样 原来有钱跟你说一样我真的会做好事的 但是原来你所谓做的好事 你里面也不是很有感动 有些人会 譬如我自己也很喜欢猫狗的 所以那些流浪狗的我经常会捐款 但是其实某个床边我在看 我就是做到这样 我最多就是做到这样 但是如果你说如果我有钱 可能有几百万或几千万 我自己去不单止常务帮这些人 甚至乎我去到他们的地方 看到这里不妥的 那些铁笼真的要翻身的 或者各样 就是出心出来帮忙 你里面的情感更加大的时候 所以你得到的速度会更快 我觉得催眠是比我们去确切的去看一看 你究竟他那个愿里面有多少程度 真的是你是真实的 所以催眠是一个 有多快可以绕过了那个意识 那个叫防卫机制直接在这个潜意识摆东西 我自己也是这样走出来的 我发现到如果我许的那些愿是根本不切实际的 有一天无端端有拜个博士 那你可以这样许愿 然后里面你再做心一层 那你有拜个博士之后你会做什么呢 原来我看到就是在这里威胁 哇自己在这里多威胁啊 其实实际上可能对社会是没有贡献的 但如果你说我拿了拜个博士之后 我骗着拜个博士更加谦卑地做到很多东西去帮忙 因为我借在这些明星权威 令我帮人的力度加大 这样就会搞定了 催眠就是这样令到 这样令到心想事成的速度更加快 那别人会很想知道 譬如我现在想有一件事 随便说吧 我来到你那里了 我是你的案主了 你要怎样和我做 OK 例如你要沽煲 那我们首先去看一件最重要的事 不是你想沽 别人是让你沽的嘛 我们要看看你究竟在什么状态里面 别人才会让你沽呢 所以有些人不断沽苦马街 我会常常说他只会越走越远 不如你自己处于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对面的人发现到你是爱他 你关心他 原来不是的 这个世界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我以前看漏了 但是你要自己在这个状态 就是跟刚才说一样 你在这个状态之后 你会衍生什么行为 我变成你是愿意固报的状态 你怎样令我变成这个状态 我催眠了你 你在里面 现在我跟你谈一谈 我甚至怎样说到呢 其实你从头脑看到的 你的前面色是看不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过多一会儿催眠 现在你这样幻想到怎样都好 你一会儿吃过饭去完厕所回来之后 那样东西就烟烧云散了 因为潮意识没有把它放进去 变成价值观和信念 不会衍生一些行为出来 但是我们催眠了你之后 它里面将它放进去 变成价值观和信念之后 你会看到你自己是很愿意这样去做 甚至乎你会进入一个 我们叫后催眠状态 什么是催眠后状态 就是说 比如一个例子 我催眠你减肥 我会跟你说 刚才催眠你了 你留意一下 你将会所有的想法都会和减肥 或者秒跳有关的 你会发现到 你打开一个冰箱的时候 你都会留意 不是选择食物 是那个力度 你原来大力点又会瘦一点 接着你怎样拿出来的东西 当然了 你拿出来的东西 你一定会更加去介意 它是否有健康的脂肪 你会在每个地方 所以就是催眠会令到你所有的看法 其实这个和吸引力法真的很类近 因为吸引力法就是说 当你想要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把自己放进去 你无事无刻都是你说的招丝梦想 就是这样的状态 催眠会令到你自己 整天都在一个这么detect的状态 看看我是不是在这个状态里面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催眠是几… 比如刚才哭泊那个 我现在跟你说到天花龙凤 就是说我小时候的状态 我会这样 但谁知道你见到他就… 你为什么这么迟下来 你是不是又跟那个人一起 又或者你根本都不尊重我 他很快就回到他的状态 其实某层边是没用的 所以催眠是让我们很巩固地维持在那个状态里面 这个就是我帮他做酷泊的一件事 那每一次做多久? 你要做多少次? 比如我讲酷泊吧 刚刚那些正常的国际认可 就一个小时 我觉得香港人也是一个小时 不过见多几次 所以我宁愿就是不如你见我三个小时 然后见一次 我在里面我可以跟你重复很多次 我觉得几次是一个叫做roll pay的状态 我设定了一个你的身份 然后产生一些行为 但你就在催眠里面跟我们一起在前进 而且里面有很多关于灵光一闪 灵机一触 你会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不到 又或者怎么做 你刚刚说我酷泊的那个 我做的那些更加有趣的是什么? 跟你说一样他是想来酷泊的 我做完催眠之后 他就是说我不再酷泊了 他是看得到里面 他并知道其实我不是要再这样去做 这个就是他里面的灵光一闪灵机一触 总之我觉得他释放到一个很好的部分 又是我说的一句 You don't get what you want You get what you need 实际上你需要的不是要好这个部分 是是是是 想要和需要他会发现到 是你说得很好 他想要那样东西和他需要那样东西不同 所以就是有时觉得很奇妙的一个部分 外面是可以让很多人去厘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听你说真的很过瘾 好 再问你多些东西 多谢长歌 多谢长歌 多谢长歌